不如說那隻Tesla,因為見到檢查室有人問 它990元有貨,它現在應該有點擔心 它說見到跌成,那怎算好 990元,即是正正是 這個買入位也不是那些高追,升到很瘋狂的時候追了一些 你是急升完宣佈拆股之後,急升完落回來的時候 已經算是一個趁回吐買入 看看你自己會看多長線 你說如果長線的,其實我都是看好的 它的業績,如果你看到它的業績法佈其實都有很大很大的轉景 在各方面,包括是一個整個生態圈的前景佈局 包括它特別提到的就是有BuboTaxi 還有特別有它的保險那邊,都是越來越擴展 它都想推出在美國意外市場的保險 還有就是生產上,生產上是 現在海外的廠有,已經很成熟投產的就是有上海 之後其實也都相繼投產的就是柏林和Texas 那這裡再是正式去量產 其實將它那個生產前面是更加爆發,那他們自己在公司裏面就預期是 應該今年下半年會做好,因為第二季整個學業都 第二季因為面對著上海的停工,那上海就差一點的預計的產量 所以如果這個短期內,就是交出第一季了 那接下來第二季的業績就要有些顧慮了 因為它自己都不敢比得太高的預期 他們自己都是說大約應該的產量會是和第一季持平或者甚至略低的 就是都保守的了,所以這裡都要小心現在當前環境的宏觀情況的影響 因為又影響著它的生產,那它的需求就沒有減弱,因為太強勁了 現在他們那些二手車的價格,據聞,因為新車不斷延遲交付 但是二手車的價格是更高一些,現在變成那個短缺的情況就是這麼嚴重 那現在他們預期應該下半年會更好一些,還有二三二四天可以期待一個增長的辦法期的 隨著另外再兩間消息工廠的正式是運作好之後 那但是現在當前的手勢又怎樣了,所以看你看多長 如果你說是一直長線的,其實OK的 但是我自己是一般習慣看位操作的話 其實一個要防守的位秀是973 973這幾天已經穿了 其實是前天穿了,前天整個市大跌的時候穿了 那昨天是想嘗試反彈伐力,那你也看到很明顯 所以你這一刻,你當一刻,你真的要決定自己 你的操作方式,因為有些人是喜歡我,我就敢擺在牆爭 那有些人呢,就是我啦,我會 寧願去看操作去避免這些風險的 那如果是看支持委的操作呢,那就973之後下個大底就是700的了 那你可以視乎你的操作的長度去選擇那個應對方法 其實就是 但是我個人真的會在最近支持去處理的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一般來說呢,其實 如果買的話呢,你的股市倒閉起來呢 其實你每一隻,在你身上不會 最多是可能十幾個百分之一,你已經穿了那些支持就已經走了 這個是將那個虧損控制到最少 就是是應用到所有的情況,不只是這一隻 但是Tesla我是看好的 這個也是整個市的情況 Tesla去穿了973左右的位置的時候那一天呢 但是一成嘛 其中我看到很多國安因素都是說是不是 因為Elon Musk要收購Twitter 怕他要壓股,怕他會不會有沽貨減市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的 他自身的一個消息上的憂慮 但是另一個就是 其實主要是整個宏觀經濟的情況 和整個市都不是那麼好 還有他那個指引你都預期到的 長遠呢,他預計接下來爆發期的這兩年會有 但是第二季就真的 大家第二季的業績暫時未必太大期望 他自己都不會放得太好的期望 但是主要是因為市況的問題 因為那個納子在那天呢 是破了三月中的底的 三月中的底呢 大家在看的就是 二月尾三月,二月尾三月頭 二、三月的底 其實就是整個 開始開戰的底 開戰會是有些 就是你看到它走勢 為什麼會做了一個底? 其實因為市場上人士的看法 就會去想 開戰是不是就是 最壞消息進出 這樣子 但是那個已經破了 其實你已經可以抹殺了這個 有強力支持的這個的想法 所以都是小心市況為主 你市況不好 就是有很多 基本面很好 業績很好的公司 其實都被他打下來的 就是相對上跑贏 但是只是 大家一定要 到處